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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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高 回到台股今日最重要 要来提醒您的是 外资在今天回头大卖203亿 让台股站回了月线 台积电甩尾上涨了超过300分点 而投信拼作帐 花心 元泰都爆量创下新高 跌身的股票也出现大反扑 信华富邦金出现了破底翻 而超级股东会陆续登场 在今天登场的是连电 下周有洪海 而在今年新光金也非常精彩 稍后一帮您来做解读 刚才介绍来节目现场的来宾 邀请到台大工卫学院教授 陈秀希 秀希老师 大家好 大家好 邀请到资深分析室谢统林 先生就好 大家好 以及北市联一中心院区医师 姜冠宇 姜医师 主持人好 大家好 邀请到财经专家 赖先生 贤哥 大家好 大家好 稍后资深军事记者 吴明杰会加入我们的讨论 好 不过节目一开始 还是带您来关心疫情 在今天新增本土病例是94808 我们先往下来看 好 今天94808 比较让我们担心的是中重症 中症227 重症116 加起来是创下新高的 而死亡数也是创下新高 有126例 我们来看到南部现在正在烧 高雄在今天竟然高达万例 11,270例 已经连续几天超越了台北 台北在今天是9503 当然新北市还是重灾区 有19363 好 我们再回到新闻来看 所以在今天比较令人单线是这两个数字 中重症343 以及死亡数126 双双创下新高 而且儿童又天一死 那么这一波的死亡数 会不会持续攀高呢 有专家说 有可能会看到 累积破万的数字 真的会这么恐怖吗 那么关键会是什么呢 我们先来听指挥中心的说法 那累积到昨天5月26号 总计有919家的这个住宿五行的机构 有这个染疫确诊的事件 那住民的这个确诊数是8912位 我们今天公布的126名的这个死亡个案当中 估计是有33位是这个机构的住民 过去的六天 这个累积是算起来的话 大概是占百分之二十六左右的一个 死亡个案里面 是属于这个机构相关的一个住民 好 我们看到我们的致死率 从万四到万五到万六 这个不是台股 万六指的是万分之六 令人担心的是指挥中心 在纪念点到了长照机构 他说长照机构占我们26% 比例非常高 所以长照机构能不能守住 是我们的致死率 会不会再度判高的关键 是的 阿关 我上次跟大家谈 这个重症占所有的重症加重症 不能超过20% 已经超过了 现在已经来到35% 所以已经过了那个警戒线了 对 过了那个警戒线 这是刚才你听到的 罗英英讲的这些长照 这个长照机构安养机构 65岁以上 所以死亡当然就会有一部分 持续判高 所以这个部分安养机构的部分 很多国家都有这样的一个经验 包括香港跟这个韩国 韩国都有将近 我们往下来看 所以安养机构会是未来的 能不能守住死亡率的 非常重要的防线 是的 那所以我们要了解就是说 过去为什么这个长照机构 他们容易还有安养机构 这些人他很难处理 他很多都是卧床 所以这些就是我们讲的弱势族情 其实不是只有老年65岁以上 会送到在安养机构 长照机构65以上 他本身可能也有慢性病 对 这个等一下我想这个 江医师他们 这些人在吃那个 现在的Fasalowit 那药很大粒 连吞练就有困难你知道吗 那药不能抹吗 所以啊 所以没有办法抹 那个东西是做好的药就是这样 所以后来为什么韩国都用另外一款 就是用莫拉皮尾 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会有口服药囤没了 囤没了 对 因为安养机构这些人 那多大粒 那都是很多 很大粒 因为我们等一下 等一下可以叫江医师补充 就是那药一天 你看栽域要吃一个金黄色 不是要吃蓝色 一次要吃三粒 所以那不是很难吃 所以不要忽略 长照机构 只要长照机构 他的射精低的这些人 他在吃药就有困难 不要说今天 他今天他其他的这个 所以这些 拜托大家要好好照顾 可能是我们的最大破口 从往下来看 对 没错 刚刚其实秀秀老师有谈到 其实韩国有这样的经验 美国有这样的经验 是 韩国这是我一直跟大家讲 我们一直在讲 他的这个背景 还没有发生新冠肺炎之前 韩国我们赶紧分三起来看 七十岁以上的都是 长照机构比较容易的 你看刚开始 刚开始你看他这个 他这个支持力就很高 那越来越高 在这个地方 这些多出来的这么多的 都是安养机构 你看连到后面都一样 这个要持续一段时间 所以这个长照机构的问题 我们不容忽视 好 我们再往下来看 所以长照机构很有可能成为 最大的破口 是 所以这个就是美国 后来在分析 这个是美国经验吗 对 跟Omicron跟Delta 看 致死力虽然没那么高 但是他打到长照机构的时候 它的累积住院跟累积死亡 都比Omicron都比Delta多很多 为什么会这样 滚红色 为什么 因为这是脆弱的族群 没打疫苗 打疫苗之后疫苗又失效 然后疫苗的这个西方免疫反应 又没有办法激起保护中重症 所以这些人都是我们今天 投药最重要的 黄金时间 投药最重要 可以减低中重症的高族群 特别是没打疫苗的 你看 长照机构 没打疫苗的人 你看他的这个感染 他的确诊力这么高 但是这群人 然后这个是打过疫苗 我们也很担心他打的疫苗 会有很大的副作用反应 不会 我告诉他 因为他们可能有很多的 慢性病啊什么 不会 额马内的疫苗 在这一群人身上 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鼓励你的长者打追加剂 真的 你看追加剂打完之后 疫苗感染效益 追加剂真的是第三剂吗 对 第三剂 那没有打的 当然你就一定要赶快在黄金时间 投下抗病毒的药 这个都是我跟大家谈 这个真的是我们社会上的弱势族群 所以致死率为什么持续往上攀高 第一个是长照机构能不能守住 再往下来看 口服药能不能精准投药 能不能及早投药 也是一个关键 现在有三件事情 要降低使用三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要黄金时间精准投药 黄金时间就是五天之内 黄金时间精准投药 所以我们阳性确诊 这件事情投药已经解决了 不用做RT-PCR 它就五天可以 但是精准就是 你要先针对长照机构 的这些人就是六十五岁以上的 还有没有打疫苗的 还有这个慢性病的人 这些人你看 他占了我们用药之后 我们有效的效益里面 大概占了 尽量尽快八十百分之内 八十百分之内 你看他可以精准投药 可以减低一千四百例 这是用两千中症来看的 这是国外的这样的一个推算 然后六千例可以减低五百二十九例 所以你要让中中症死掉 那个中中症降低死亡 假设六百例 六百例可以减少五百二十九例 所以你要让中中症这个地方 一段时间 这个大概十天 十天之后到三周之后 就会产生效果 所以我们现在就在担这个 所以你看中中症 你看死亡个案有七十八 七十五跟八十一 都是六十五岁的长者 这就是为什么后来 六十五岁要马上投药 你也记得一张成功 所以他不用经过PCR 对 就是因为你看他 有三族群可以先投药 先投药 你如果说这个 如果有这样坚准的投药 你就可以要预防重症 也可以预防 你看哦 七百个重症 你投下可以预防六百一十六例 这个就是你如果投得准 投得这个黄金时间 有投下去 这个真的很重要 所以这个韩国在当时 我们也学到经验 韩国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 刚才我跟你说 安永机构常说 韩国就是栽载 老人大部分都不能吞咽 吞咽困难不能吞咽 那台湾有这样的情况 台湾一定也会遭受 我们医师们也会很厉害 去处理这个事情 我们的防疫成绩单 比较可惜的是 前半场守得很好 但后半场节节败退 伯伦伯尔竟然做出一个统计 最新的统计是 我们是全世界倒数第三名 连巴基斯坦都比我们好 外媒有一个最新的 全球防疫韧性月评比 台湾的防疫排名 变成倒数第三 请问指挥中心 有没有什么回应 近来我们大概疫情 就是比较热络 相关的确诊人比较多 所以排名就往后了 那我们希望这波疫情 过去之后 能够排名再往前 我们最好的排名 大概有到前十 大概有了 那这也没有办法强迫 我想在Omicron这段时间 这个疫情的起来 是每一个国家必经之路 那怎么样在这个必经之路 能够让医疗 药物 还有整体社会的一个 安心 安全跟经济的一个兼顾 那是我们现在在努力的 其实阿中部没有 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他怎么说 他说我们以前又排在前几名 不要说来说去都要说过去 过去不要再说了 要说现在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现在的排行榜 这是最新的数字 我们竟然排在全球第51名 排在全球第51名 是倒数第三名 只有拼两个国家 中国大陆和俄罗斯 连巴基斯坦都输了 而且我们一次掉了19个名次 所以我们是退步第一名 然后排行倒数第三 对 那是彭博5月26号 他公布了全球53个国家的 黄疫的月 每个月的一个评比表 那全球是53个国家 我们是排名第51名 比上个月掉了19名 所以阿中部长说 我们以前做好的 以前是以前 不要再说 那是日本时代的事情 现在我们来看民国 我们重化民国的事情 来 来来看 我们现在最烦恼的是什么 我们的医疗体系崩溃 这一点是所有老百姓最担心的 那么最近在今天来讲 基隆有一家维德医院 维德医院是一个精神科的医院 里面的住民以及他的工作人员是200个 现在已经有108个确诊 而且光是最近这几天 有六个重症的瘾瘾瘾瘾 送出去了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 200个有108个 已经超过50%了 那里面有那个护理师 他出来累控流泪的控诉 他说第一个医院说 现在就地隔离 我们都不敢回家 那我们就住在这个病房里面 那医院里面有二楼 三楼 五楼 六楼 完全都没有分流分仓 所以几乎都混在一起 还有连药都没有 有一些病患要吃药 没有 没药了 那怎么办呢 我们护理师自己到外面 那些药房去买 买进来给那个病患吃 你说现在不敢回家 那不敢回家要怎么办 你也乖乖地睡在这里 不对 最后来一定变得有错 他最担心的是 到后来我们会人人都中 因为你是用就地隔离 那我们来看 以目前来讲 5月3号到今天为止 全台湾省从北医开始我们做一个表 已经有9家医院里面都有感染 那现在你想想看医护人员 一个从过去照顾5个 现在照顾10个 照顾15个 以后要照顾20个 医护人员不是无敌铁金刚 万一如果医护整个这一块倒落 我跟你说全民遭殃 所以现在真的是最危险的时刻 不要买不出去 好 医护人员现在正是蜡烛两头烧 一方面呢 持续爆发院内感染 另外一方面呢 要求医护比持续往上攀高 从之前要求1比9被控移了 现在改做1比7 问题是1比7还是非常血汗 疫情的这个确诊人数增加了100多倍 可是我们的护理人员不但没有增加 还减少了 大家可想而知 这样的压力是有多么的大 那可是就在这个时候 指挥中心呢 还发函给了各县市的卫生局 互并比做了一个调整 把专责病房调整为1比5 医学中心1比9 区域医院1比12 你不断的增加硬体 不断的增加床位 没有人 这算什么医疗量能呢 要求全台湾人民 我们跟病毒共存 我们要朝向正常的生活化 可是这一句话 听在所有医护的耳里 多么伤心 多么难过 你不堪啊 阿州部长说 为了解决高死亡率的问题 我要提高互并比 才能够人人都被照顾到 但反过来说 提高互并比 是不是也反而造成了高死亡率 我们来看江医师 今天来到节目现场 他po了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是一个空荡荡的护理站 护理站为什么没有人呢 因为通通跑去病房照顾病人了 现在整个人力的情况 到底有多紧 那其实以我实际上 现在看到的状况 其实我们医院还是有守住 像是1比4到1比5这样的比例 可是为什么实际上 他们可能一天 还是会碰6到7个病人呢 你想想看 我说1比4 1比5 然后一个病床 大概15到20个病人 那其实他们那个 但是讲说我们名义上 这个护理师雇5个病人 可是是不是有些病人 他可能是比较躁动啊 或是说他现在生命发生危险啊 同伴们必须要互相cover吧 所以事实上他的工作上 一定会碰6到7个病人嘛 那所以 有一半肺都是白的啦 会有这样的 重重力比较高 这是稍微少一点 但是他还是会有2 3个肺是白掉的 或是说会有几个 看起来本来没有 结果4 5个会慢慢有肺部的一些变化 或是有其他那个 因为年老嘛 会有些淋漓口口的症状出来 所以说你如果说把那个 护病比较拉长 比方说我讲最夸张的 1比15好了 你是不是至少会顾到2个 可能是肺 地区医院嘛 对不对 地区诊所 地区医院 对啊 如果说你真的是遇到那种状况 你怎么 你还是要严守护病别 如果说你 115床 那你是不是就遇到那种状况 2个 3个 你左边好不容易救起来了 右边就跟着在猝死中 那我看到你在你的脸书上po 你说这样的护病比会让机动性降低 头要的状况也会很糟 对这个是重点 专责病房跟一般病房 有个很大不同的点 就是说我要进去的时候 我是不是要全身都要穿 这个我去年在这边 你说说兔宝宝装 对兔宝宝装 你不是说兔宝 不是说拉链拉张去就好了 你还要穿二级防护装吧 那你进去了之后 你从你照顾完个病人 你给要给完 你出来的时候 你不是说马上再进去 而是说你要把外面的二级防护装脱掉 然后在走廊上换个新的二级防护装 再进去下一个 又花掉一些时间 所以跟我穿脱的时间就花掉很多了 光是这一点假设你如果今天照顾15床的话 你可能早上的 不要讲紧急处置了 紧急处置会造成 那就是说我们CPR可能会延后 但是如果说我们照顾15床 你恐怕早上的药 按照我刚刚讲的这些因素 你可能到中午你都发不完 这些病人给药全部都落后了 只会谈到一个人照顾15床 是因为我们的指挥中心 把医学中心提高到1比7 那么就把区域或地方医院 也往上提高 那么最高地方医院可以到1比15 所以确实有一些地方的基层的医疗院所 他们是到1比15 对 那基本上 希望是不要发生这样的一个状况 因为第一个你说 就算说人力的问题造成说 我们可能会有些牺牲 就可能医药品质会有些 那其实我们这样想法是不对 因为你真的放过互病比的话 你是增加变成说病患的死亡率 是想必会增加 因为过去2003年就已经有研究报告说 你互病比每多增加一个人 可能就增加他7%的一个死亡率 这个其实过去有研究 那但是就是说 你在那个互病比在增加的时候 可是眼前和人力不够 他如果不放宽互病比的话 其实应该是要尽量补人 我们把那个环境把它做 要尽量把它补人 那阿中部长说我也知道补人 我现在就补没人 对 因为你真的说 顾1到12或1到12 你等于是没有在顾病人 你给药都延后 然后处置 你要真的要算发生CPR 你也来不及 你就好一个 你有没有遇过当中 在急诊后 左手欧卡 右手阴卡 就是左边是你要给他院内过来 那个快要死亡的 另外一个是院内 即将快要死亡的 如果说你的人力真的太少 你就会遇到这样子很棘手段 你人力不能 你好不能救起一个 然后另外一个就死掉 你这也是间接增加 医护人员的医疗纠纷 所以这是为了保护医疗人员 也提升我们的一个医疗照顾品质 现在的确是很困难 这次来的病人 都是属于比较罪惑的族群 那都是80岁上下更容易死亡 更难照顾 就是为了保护医病双方 其实应该要谨守 那你只会说人力不够怎么办 那其实也要想办法说 让那医护 鼓励医护的人征兆回流 征兆回流 大家一起来提升这个人 恭喜大家 最务实的就是要给钱 没有错 但问题是 给钱又那么小气 我看到蔡壁吾是这么说的 我先来整理一下 刚刚江医师所谈到的 其实就是有一份研究报告显示 如果一位护理人员照顾的病患 从四个增加到六个 也就是增加两个人的话 那么病患的死亡率 就会增加14% 那么如果照顾的病患 增加到八位 刚刚江医师也谈到 表面上我们的护病比是1比7 但实物上其实都到1比8到1比9 那么病患的死亡率 会增加31% 所以照顾四位病患起算 每增加一位病患 30天之内 我们的死亡率 就会增加7% 这是有科学验证数据的 难怪会有护理人员说 你共存 我难存 因为血和医疗 确实现在是大家面对的难题 现在我们面临的挑战非常多 好 紧接着回到 台股今天最重要 要带您来关心的是 台股股市在今天大涨了将近300点 外资回头狂敲 三大法院买超了235.56亿 在今天是收在最高点 而且周线连二红 难道今天这一根 是不是今天这一个强掌 就代表已经脱离了危险区 难道空袭警报真的解除了吗 我们回来看外资 在今天回头买超了203亿 站回月线 台积电最主要是涨了台积电 涨了台积电大家就有信心了 甩尾涨了超过三个百分点 所以宗理 空袭警报解除了吗 非常有机会解除了 非常有机会 我们先从这里边来看 其实今天台股市站上月线 对不对 是 好不容易 它终于站上月线你知道吗 终于站上 但是我们最近都是 一涨一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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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惯性 在今天这一根长虎 K棒就可以打破吗 有机会打破 因为第一个站上月线 月线就是什么 月线就是它准备要脱离惯性 如果说脱离不了的话 今天应该就掉下去了 月线是代表它要脱离 因为这么长一段时间 月线反压一直没有办法突破 在今天终于突破了 对 那第二个就是台币嘛 台币 台币不扁了嘛 台币开始在升 而且强升 对 强升 那第三个就是这个 这是旗子 这是什么 OI 对 就是旗子 那个卫平商的部分 18号是上礼拜三开新舱 那时候如果说 以外资来看的话 是1701口 到今天为止 娟姐 今天现货买超203亿 对不对 是 它的期货 加了4500多口的多单 也就是目前的卫平商口 所以期限或同步做多 对 期限或同步做多 而且不是只有外资 你看那个前十特法 前五特法 前十大 全部都怎么样 你跟开商日来比较的话 全部都是多单 也就是说 你从那个 衍生性金融商品 就是说那个 汇率的部分来看的话 基本上都是对的 就是都是偏正下 再来我们看什么 最弱的股票 它到底指稳没有 最弱的股票是 如果说最弱股票 没有指稳的话 是怎么样 就是还在跌嘛 那最弱股票的话 其实就是什么 是谁 就这几个最弱的 这个是提款中心嘛 这个什么 金融嘛 这个金融 到昨天基本上还在破 那这个像高价股 幸华是 最弱的股票都不跌了 对 像幸华这个 昨天还在跌停板 但是呢 今天既然是这两支 这种高价都怎么样 股王股后 基本上都是在 涨停板附近 也就是说什么 其实涨停板 就是最佳的指稳讯号 那如果说 你从那个K线来看的话 就是比如说 以幸华来讲 昨天那个就收掉了嘛 那金融股 金融股我们看 中心金就可以了 中心金啦 对 今天是外资大买了 对不对 你看K线的话 看K线你会发觉 今天你会发觉 一根红K棒 吃十根K棒 这十根基本上 一只穿云舰嘛 对 一只穿云舰 它把那边十根K 收掉 所以代表什么 代表说这个已经 已经就反转了 就是应该说止稳了 那台电更不用讲了 那个10号的时候 就5105嘛 对啊 这个5105是什么 10号的时候嘛 今天都已经27号了 它已经十几天 两个多礼拜没有破底了 也就是说 提款中心 已经很久没破底了 那最多股票 在今天都拉出 反转巡套 提款中心十几天 没有破底 最弱的金融股 出现破底 OI翻为正4000多口 在今天做多了 在现货市场 也做多了超过200亿 新台币也强升了 中央迹象显示 有机会扭转 最近的惯性 有机会扭转 有机会扭转惯性 再加上赞商月线 那我们就来看 今天到底 外资买了什么 那既然它是买真的 我们就认真来研究一下 买什么股票 它买中信金 友达 开发金 永丰金 它买了 华欣 投信买了之后 现在轮到外资 也跟着买了 买了花肤 鸿海 台庆和新光金 对 其实我个人认为 下个礼拜 它如果要攻击的话 因为其实 外资基本上都买什么 台湾50这边 像这个全资股 甚至买台湾50 那如果这样看的话 其实有一些股票 就是台湾50里面 有一些今天站上月线的 我们先站上月线 我们来看站上月线 其实站上月线 因为现在主要流行都是流行车用 甚至说你要维系人气的话 可能还有货柜的部分 其实像这些都怎么样 这些其实之前也都不强 但是今天也都怎么样 也都站上月线 站上月线 站上月线 他们继续鬼混就可以了 攻击留给别人 攻击留给谁呢 攻击留给谁 你说这些股票 它只要站上月线 它不要成为脱油品 对 不要脱油品 因为攻击的部分 我认为留给货柜 货柜来 2603来看一下 我们刚刚试试看 这个外资 今年2609是 超级股东会 对 我认为先开2609 2609因为今天开股东会 而且外资基本上是联系 那是他们这样 他们好像 心装没在盘 有在盘 你看看 下礼拜基本上是这个 我认为基本上是这个 下礼拜的众头一息 因为外资现在的 期货OI拉起来 它如果这边要赚钱的话 它是不是要台湾50套去拉 也就是你要找台湾50 台湾50里面的 然后最好是 站上两条线的 不要说什么只站上月线 它连基线都站上这个最强 然后最好 所以下周轮到货柜轮 最好是我拉一支 另外两支跟着一起跑的 一条外资 拉阳鸣 然后长话还跟总 另外两个叫我电脑 所以我认为下礼拜 如果说你不知道买什么话 应该可以先留下货柜 谈论外资之后 几届带你来关心的是 台海危机持续升高 大家还记得吗 前两天拜登说 如果台海有危机 那么美国会用武力保卫台湾 此话一出之后 白宫马上出来 澄清说不是不是 他不是这个意思 五回五回五回 但是不管白宫怎么澄清 阿共恼了怒了 阿共怎么恼了怒了呢 就开始呛瞎了 说你老美怎么可以不遵守 一个中国原则呢 甚至于我们之间的公报 不是这样说的 好布林肯又回呛回去 他说美国政策没有变 变的是你中国 变新的是你不是我 话一出 阿共更怒了 怎么怒了呢 我们看到 共军现在做了一个动作 他们发射了潜射弹道飞弹 而且呢 差一点打到民航机 我们来听布林肯的说法 在台湾 我们的一些优优独的 我们的策略是 优独的 在年代 和在 administrations 如说的 所说的 我们的政策 没有改变 我们的政策 美国政策 仍然是一样的 我们的政策 中的政策 我们的政策 我们的政策 没有改变 这些政策 有改变 是 的增加变 的变成 像在想要脱下 台湾的关系 与国家里面的 国家里面的 然后禁止它 从参与生议议业 这些言语言和行动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哪来的什么海峡中线 中国人民解放军 肩负捍卫国家主权 和领土完整的神圣使命 有关战训活动 完全是针对台独分裂活动 和外部势力干涉 而采取的必要行动 虽然布林肯说 我没有变变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阿公也没有变的 他讲的那些事情 阿公一直都在做 我们回来看 哪来的海峡中线 没有中线这件事 最主要是秦刚也回呛 他说台海很可能变成火药桶 这句话让我们悚然一惊 台海危机逐步升高 已经变成了火药桶 为什么这一次布林肯出来讲说 实际上他直接点名习近平 说习近平任内 对内加内部的管制压力越来越大 对外行为越来越具侵略性 这样的说法 证明在哪里 就是最近我们看到这个解放军 其实长期已经对台不断的军演 其实这一次做了更大的动作 而且这大动作刚刚有谈到说 居然被发现说 民航机飞到一半在南海 居然可以直接拍摄到 一枚飞弹从这一个水面下窜起 直接往上爬 然后直接我们看到 其实这个影片 这个是从民航机里头拍到的话 对 那这样大概有多近 这个距离很难判断 因为他已经飞到一个高度 我主要是研判它的高度 有没有出大气层 如果出大气层 基本上它确实就是 洲际弹道飞弹 而且它发射位置 第一个在南海 第二个它从水下打出来 那这可能是什么样的飞弹 就是基本上来讲 这一个解放军在南海 有所谓的动九式的这种战略核潜舰 上面过去本来搭载是巨浪二型 那现在可能更进一步提升到巨浪三型 这就是巨浪三型 很难研判 但是要看 就基本上来讲 非常有可能在测试巨浪三型 因为这次打巨浪三型 而且选择在南海 这个地方因为巨浪三 它射程可以到1.2万公里 过去在测试像这种浅射的 洲际弹道飞弹上面 是可以搭载核弹头的 过去一向是在渤海 那渤海当然离美国比较近 这次拉到南海 如果是搭载巨浪二是打不到美国 所以非常有可能就是用巨浪三型 那它的目标当然测试的第一点 是往它自己的内陆打 不过这个动作主要就是在向美国展现 所谓的解放军的核威者的力量 那我觉得这个动作 因为它的这一个演习的时间 拍到时间其实是5月19号到23号 解放军在南海有公布一项军演 那只是外界觉得说 你如果有种重大的军演 特别是这种搭载核子弹头 这种的洲际弹道飞弹的测试 一定要国际公告 基本上不会在国际航线附近 所以它没有公告 对 然后迷航机又靠得这么近 对 迷航机飞一飞突然被警告说 左转90度 你在 你说迷航机马上转90度 对 马上左转90度 你再往前飞 非常有可能就造成误极事件 那这样的一个动作主要在证明什么 其实我们回推时间点 5月19号到23号这一段时间发射的话 其实那个时间点 拜登刚好在亚洲 也就是在南海跟日本访问 所以这一个演习我们在解读是认为说 这就是针对 冲着拜登而来 其实先前还有非常多的动作 不是只有这个 因为你看到辽宁号5月初 就出第一岛链 在那边耀武扬威 就在那边飞来飞去 对 然后起降300次 然后5月23号穿宫谷海峡 又回到东海 那时候都在针对拜登的亚洲行 除此之外 解放军其实在渤海 黄海 东海 南海全面的在进行军演 更不要讲 你看5月25号 北韩也跟着做一个动作 也试射三枚飞弹 其中一枚火星17 也是新型的洲际弹上飞弹 也号称可以打到美国本土 所以你看 这一个中国跟北韩 也加了这一个阵营 好 还有什么 还有俄罗斯 不是也出动了两架 图95MS的战略轰炸机 跟中国四架这个轰6K 共同穿越日本海跟对马海峡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针对这一次 所以拜登一来亚洲 对 天上海上好不热闹 大家都把武器拿出来 全部的都在展现 自己的一个军事肌肉 那要警告拜登 警告什么 警告这个南韩 不要跟日本跟美国结合在一起 特别是不要针对台海问题 加大这个盟国之间的合作 所以这些都是 这个背后都是有原因的 刚刚这个军演士这个箭子 这个等于说美国 表示说我有合威者的能力 如同当时俄罗斯普丁 不是对外秀这个萨尔玛特的核武 一样让他不要介入乌克兰的战局 都有相同的一个战略意涵 那至于辽宁号的部分 他的部分就针对台湾跟日本 切断台湾跟日本 未来可能的一个合作 安全上面的一个议题 那055射反舰飞弹呢 对055的话 基本上当然也是针对老美 为什么这样讲 也是针对拜登 对 因为这一次基本上来讲 在055之前先有这个轰6N 就轰6K改的空中加油型 基附挂载了一枚 过去本来被试成东风21D 也就是解放军常讲的 这一个对美军的航母杀手 那这一次本来是陆机型 把它挂在基附 那更进一步直接都在碰光 轰6N吗 对 轰6N加油机型 那这一型 我们现在画面上看到 这个是舰载的055 它最新的这一个大型驱逐舰 满载大概1.2万吨 那它这一型的驱逐舰上面 有这个垂直发射系统 你看它见首前方 直接发射盖打开 本来过去可能垂直发射的是 包含像宏奇9B这种防空飞弹也好 或者阴极18的参数反舰飞弹 这一次射出来的是更新的阴极21 阴极21 对 而且它的弹头 其实可以看得出来 上面是锥形弹头 而且旁边是有弹翼 也就是它末端攻击的时候 基本上可能是指向海上的移动目标 也就是它末端可以机动变轨 那这一型的飞弹 这时候秀出来当然是什么 剑指美军的航母打击群 所以你看到同样 不是只有解放军做这样的动作 中国俄罗斯北韩黏河起来 其实我们回过头来看 美军这一次为了拜登的亚洲型 其实做非常多的护航动作 包含像宁肯浩访问这一个恒逊鹤港 雷庚浩出海跟日本的海上自卫队联合军演 其实连它的E4B核战指挥机 也悄悄地飞到冲绳 加首那基地 所以感觉是拜登一出马 各大门派齐聚光明顶 可以这样说 那我们回来谈台海危机 我们还是比较担心 比较关心台海危机 现在既然对岸说 台海已经被你老美搞成火药桶了 所以他也不断地秀肌肉 那美国老美也不是吃素的 老美说那我也来做做动作 他做了一个什么动作呢 他竟然假想敌 把中国的歼11B当假想敌 然后派出他的大黄蜂迎战 这又代表什么意义呢 其实所谓的假想敌中队 基本上在各国的空军 大概都会有 包含像我们台湾也有 我们在四航基地 殲11B 因为主要是说 现在殲11B是算是 解放军空军的主力战机 再加上说它的数量 大概有300多架 仅次于殲10来讲 过去一两年 其实频频出现在台湾的 西南防空识别区 对台湾不断地骚扰 殲11B等于说 过去来讲 它本来是算是从俄罗斯 苏凯27直接把它做掩改 其实讲白就是仿造跟山寨 不过它有A型 B型 或者是像BH海军航空用型 还有双座型 主要最近观察到的是说 这两个部分 我先简单讲一下殲11B 它属于重轰击 当然它的载弹量 是相当可观 可以到12吨 各式的空对空 不管是R77这种中层空对空飞弹 或对地的塔吉飞弹 当然可以挂在一定数量 不过它缺点是不能空中加油 那当然后来还有包含像 现在其实近期入侵台湾 还有什么包含殲16 那是苏凯30仿造 主要这次观察点是说 殲11B它的机头 这一次其实美军也 非常的如实的 直接把它这个涂装改成 跟它一样黑色的机头 不过它机头有个雷达罩 外船它是已经换成最新的AISA雷达 就是主动相会阵列雷达 可以看得更远更细 那不过其实旧型的 它上面还留了一个空宿管 也就是说它还是采用传统式的 这个机械式的雷达 不过美军很特殊的是说 这一次把原本过去的 这个大黄蜂FA-18C 换成更新的这个FA-18E型 等于同样也提升了 假想敌机的性能 其实某个程度也是回应说 解放军的这个军力 某个程度确实有提升 威胁也加大 所以用这样的方式 未来其实在美军的 自己本身的训练过程中 他就直接把中国当成假想敌 这有益于过去冷战时期 本来都是以苏联为首要假想敌 现在完完全全就是针对中国 最近美国智库兰德公司 也有一项算是跟美国空军 联合的算是比较机密性的兵推 兰德公司它一般做的 都是电脑兵器推 它参数设得非常的细 推得也非常细 那事后之后这一个 他的研究员有出来谈到说 如果未来美军要在台海战争中 维持一定程度的空忧 必须要大陆投注到无人机 这数量大到至少要1000架 1000架的数量 所以将来无人机是主角 对 如果就是说他要这一个 未来维持在台海制空的优势的话 这无人机还要具备几个特点 第一个 它的这一个具备逆中性 也就是说它的雷达结架命运机 RCS只要类似像F35 这样的一个小面积 不容易被侦测到 第二个为什么要用这种大量的无人机 因为前线有大量无人机 它的后方基本上F35跟F22 它就可以维持战场的生存度 这一个就是最主要关键重点 所以它这大量无人机 我研判一般来讲 大概就是美军现在研发了 XQ-58A女武神的无人机 它叫中程寮机 一架F35可以带6架 这样的一个无人机 在前线为它做赤喉 而且不只是侦查 它可以把前线最新的战况 往后传 由后方来发动打击之外 本身来讲它必要的时候就牺牲 它就可以去拦截 包含像解放军从东南沿海 发射的大批 不管S300跟我们各式的防空飞弹之外 它也可以做这一个防空制压作战 就是直接去袭击它的雷达 那把这一个解放军 地面的防空飞弹给扫除之后 摧毁之后把它打下之后 美军的战机才能维持在台海 这个部分的一个空忧 所以为什么大量运用无人机 这是这一场兵推里头 推出来重点就是 如果可以投入大量无人机 美军可以弥补 这个解放军有上千枚导弹威胁 这样的一个可能来的攻势 那台湾是不是也要增添无人机 是 台湾当然这一个部分非常重要 因为这次二五战场上面看得出来 这个土耳其的TB二无人机 其实发挥了非常多的效果 不只是侦察 或者是协助后方打击 那还有甚至像美军 提供了台湾刀300种小型的战场的 自杀无人机都发挥了非常多的战果 那台湾自己本身现在来讲 中科研发的 不管是瑞渊或者是腾云 瑞渊是我们自己做的 对 我们自己做的 那腾云基本上来讲 就比较类似像美国的MQ-9 我们买这个试下 MQ-9就是死神 对 死神无人机 不过是征收型 那没有挂弹 不过这个部分未来 我认为还是有可能进一步 提升成攻击型 那台湾因为主要自己有腾云 来发展 而且换了这个TB331的 这个发动机之后 它的一个载重能力比较大 它的征收能力也提升 这个部分未来如果量产之后 台湾自己可以掌控 这个部分征收的能力 不过我认为如果要配合 刚刚讲的兵推里头 大量无人机能够对这一个解放军 拦截它防空导弹也好 或者是说对它的一个空中的威胁 作为反制 或者是真的在地面作战中 发挥针尖的能力的话 基本上我们还有一型 叫这个建翔无人机 建翔无人机 那是我们自己做的 我们自己做的 那现在其实也已经开始在量产 建翔无人机 基本上它是属于反辐射无人机 它发射之后其实只去不回 同样是自杀无人机 它可以跨海航程够远 而且它可以进入到台湾 这个中国东南海的部分 直接在那里 征收相关的雷达辐射 只要对方的防空 飞弹的这个雷达一开启 它就可以记忆住 就算对方关闭 它还是可以往这个雷达的辐射 直接袭击 所以它根本不用带弹头 用本身的速度 就可以把敌方吹毁 所以类似建翔这种无人机 未来台湾当然也要增加数量 那配合空中的征收的无人机 最好当然能够加速这个发展 能够这个从空中挂弹 对地攻击的这种 所谓攻击型的无人机 好 所以台海危机持续升高 我们当然要有所准备 直接回到台北股市 但你来关心的是投信 刚刚看过外资 我们现在来看投信 投信力拱作上的标的 会是华欣 元泰 包括它最近持续在低档 买进的个股吗 因为这些个股 这两天表现不错 特别是华欣和元泰 在今天还爆量创新高 所以我们还是请中林 带我们来看 刚刚看过的外资 那我们来看看投信 投信现在在压包什么股票 在讲股票之前我要先讲 前提是台海没有打仗 台海如果打仗的话 股票 不要这么紧张 那如果从这边看的话 其实这边有五支股票 都跟车用有关系 只有这一支中砂 所以在重压车用 对 它是往车用这边去看 那只有中砂是什么 中砂是半导体 半导体 其实中砂的部分 就是看台积电 这有够漂亮 漂亮漂亮 所以你看投信的角度 你会发觉 现在到底是一万六还是一万八 搞不清楚 因为都很强 那其实就看台积电 做台积电的供应链 看华兴就是做华兴 对 你看台积电 可以做中砂 因为台积电 看华兴做华兴 1605的华兴 因为台积电是股价贵 然后股本大比较慢 但是华兴不一样 华兴才四十几块而已 第一期赚一块多 今年估四块多 那还有一个业外 前一天不是卖那个太阳能吗 业外是2.48 所以今年的EPS 它是交流出来的 而且这一根红黑棒是什么 它前礼拜三红黑棒 是涨停板 它今天怎么样 它今天也差点涨停板 所以它不仅股价不高 而且它够活泼 不过我说真的 华兴还是投信厉害 对不对 投信连买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连买七天 今天再买一万零六百五十二张 外资呢 买买 买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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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那边穿外穿去嘛 就是假的外资在那边穿外穿去 好 但是这两天 人家是站在买房的 对 而且华兴 华兴姐 投信是从一开始就开始买了 所以多赚钱的话 你六月份开始要做账 六月份要做账的话 这个会一路往下做吗 非常有机会 做到月底喔 对 非常 不要说月底 我说六月喔 六月月底喔 不是讲五月底喔 对 六月中左右 会做到六月中 差不多六月中 所以像这个股票 投信债的股票 其实就是怎么样 就是一路往上做 因为你像中砂创新高对不对 中砂也来一下 对 因为像它是今天怎么样 中砂 中砂我们不要追了 对 我认为不用追 那华兴呢 华兴 还有机会 跟他拼了 对 还没过高 像这个应该就是 他会往压力最小的地方前进嘛 所以如果说从中砂看 应该是压力最小 应该就是他会往这边 会往四八块去靠啦 那除了这部分 元泰我认为也可以留意 来 元泰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今天成交额第二名 全部成交额第二名是华兴 第一名是海银店嘛 第二名华兴 第三名是什么 第三名基本上就元泰 竟然是元泰 今天成交第三名是元泰 对 是元泰 所以你不要 不要看你要磨掉 他还是怎样 我 我不敢 他也是沿路一直推一直推的 那一直推的话 而且今天也是 投信外资同步专的买方 外资连买两天 投信连买三天 对 而且他的题材还蛮多的 除了电子纸以外还有什么 还有就是 上次我跟大家提过 就是苹果那个折叠手机 有一面可能要用他的电子纸 还有另外什么 学姐 你记不记得 那时候什么CS展 那个BMW的那个车子 电车会变色的 变色的那一辆 对 那一台就是他的技术 所以他的 所以他是把车身贴上电子纸 对 没错 所以他的题材非常 是贴膜的概念 对 贴膜的概念 所以这支股票的 那个题材性非常多 而且他车用的部分有想象空间 因为说真的 你玩那种高级车的 你车子会变色 那个 所以像这部分 其他长线的空间 所以如果说以投信的部分来讲的话 你下个 就六月份要作战 六月份要作战的话 我认为还是往最强部分看 最强部分当然是华兴 然后再元泰 甚至像中砂 一点点 如果说你真的很喜欢的话 可以做一点点加差 这可以适度追价 对 我这么可以追 因为目标去还没到 还有还有空间 目标去还没到 对 目标去还没到